关于提前事举和中签合同,请查看科普,哈登万和连续两年签下4年1.18亿和4年1.7亿合同,41,其他修订合同的方式除了提前事举和中签合同,其他的方式包括更改保障合同的金额,最常见的方式来断删除。 选项或EPU较低交易奖金或系抵偿金,一般在买断中出现更改支付薪酬计划,但现行劳资协议下签订的合同被查后,自动延期支付。 更改选项执行窗口期很少见更改允许球员参加的户外活动项目很少见,更改球队对体能状况不佳的球员的竞赛条件。 有时候杀掉合同中的选项是为了完成交易,2011年黄蜂将克里斯保罗送去快船,他们就修订了合同,杀掉了保罗的球员选项,这样保罗的合同还有两年到期,而不是只剩一年。 42. 退役规则 球员遭遇终结生涯的伤病,NBA的退役并没有明文规定,宣布退役的球员仍可签新合同继续打球,也可重返劳东家执行旧合同,唯一的例外是真的有合同在身,但希望提前退役,又无法和球队达成一致。 这种情况下,球员可向联盟递交退役文件,这样他就进入联盟的自愿退役名单,放弃合同剩余的所有薪水,一年内无法重回联盟为了防止球员利用这个手段换队。 但如果30对老板全票通过,可获准付出,杰森·威廉姆斯在2008年8月签约快船,之后改变想法宣布退役,他在2009年初寻求付出,但遭到30对否决,20次抗用,需要全票。 威廉姆斯在宣布退役,一周年后签约魔术,支付给退役球员的任何薪酬,都会进入球队薪金,比如马努吉诺比利提前退役,仍能拿到最后一年250万的薪水,唯一的例外是球员遭遇终结生涯伤病,球队薪金可以豁免,球员仍会领取薪水,比如波士新赛季,还要从热火领走2684万美元, 排名联盟第16位,球队必须踩掉证明球员,在一段等待机后,可以申请免出球队薪金,只有查出球员伤病的球队才能申请,在球员最后一场常规赛或进后赛,一周年后,不得早于赛季节目赛后一周年,球队就可以申请免出球队薪金,比如波士最后一场比赛是2016年2月9日,一年的2月9日, 热火就能申请免除他的工资所占的球队薪金,如果球员在前一赛季打的比赛不足时长,球队可赞上赛季球员最后一场常规赛季后在一周年后或当前赛季球员最后一场比赛后60天申请,而这是更买时间点,联盟和球员工会共同指定一位医生, 确认球员是否无法继续职业生涯,也可由健康审查条组健康审查条组由三名资深医生组成,联盟和球员工会各指定一员,第三位则由前两位医生指定,球员被指派给健康审查条组后,在得出结论以前,无法参加球队训练认定, 如果伤病属实,球员的薪金会立即从球队薪金里抹掉,比如克里斯波时,如果球员之后证明医生的认定结果是错误的,并继续他的职业生涯,需要他在任何一个赛季,为任何一支球队打了25场,他的薪金就会回到老东家薪金侧,如果第25场比赛是季后赛,就是做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 球队可能因此接受奢侈税处罚,25场比赛不包括季前赛,而在2011年之前的劳斯提议中,季前赛也算入其中,2008-09赛季,打六四麦尔斯为海尔克人和辉雄打了10场比赛,就包括了季前赛,当时的条件只要求球员打10场比赛,结果在二四此前的薪金又重新加入开拓者的球队薪金里, 如果健康检查小组之前认定球员坚持打球有极大的致死风险,那么即使该球员此后打了25场,他的薪金仍然不会重新加入球队薪金,此外健康检查小组不能强迫球队要球员上场, 如果认定球员可以打球,而球队仍不放行,而球员又不处在合同年,则球员需要在60天内交易或台调塔。 关于免除球队薪金的其他规则,如果球员重回NBA,他的薪金将回到球队薪金,球队可按照上面的规则再次申请薪金免除。 即使因为医学原因退役,球队也无法得到特例签下期待球员,球队只能申请原合同期限内的薪金免除。 如果球员被裁,合同延期支付,球队必须在合同元来的截止时间前申请,球队当前赛,即申请过伤病球员特令,无论是否获批,无法申请薪金免除。 如果申请获批,球队任何时候均无法签约或交易得到该球员,球员在合同期内死亡,球队可申请薪金免除,合同是否继续支付,要是此前的谈判结果而定。 43,合同全部受保障吗?只有一小部分类型的合同必须受保障,大部分合同要是双方谈判结果,实际情况是大部分NBA合同是全额保障,无保障合同多用来签NBA边缘人,或者长期合同的最后一年或几年,一般在某个截止时间,点过后就会全额保障,只有球员的基础年薪能得到保障。 奖金,激励奖金无法保障,每年基础年薪的保障比例不能递增,假如一个赛季只有50%的年薪得到保障,合同剩下赛季的保障比例不得超过50%,合同有以下几种类型保障,缺乏技能。 即使球员能力不足,球队也必须全盘施下合同死亡,球员在合同系内死亡篮球相关伤病,效力球队期间因为连续的伤病无法出站伤病,因为受伤或伤病球员无法出站。 不管是否与篮球有关心理疾病,因为心理疾病无法出站每一种保障内心都需要单独谈判,比如一份可能受伤病完全保障,但不受心理疾病保障。 如果球员因为参加被禁的运动比如跳伞,尝试自杀,自残,恕酒,满用量无,重罪,没有遵守合同的原因损害身体,球员的合同保障全将被剥夺,一些心,心只能不分保障,或者保障金额会因一定条件而变动。 比如合同最后一年的薪金可能因为缺乏技能而不受保障,或者在设置或多个的时间点后,球员仍没被财,在赛季常规赛开始前合同将转为保障,保障条件甚至还能和球员表现联系在一起。 比如球员在上赛季出场达到1600分钟,下赛季的保障金额可能上涨,新兴劳资协议签订的合同或期前设约合同,合同保障只能是以下条件中的一个而定,球员在某个时间点是否悲惨。 如果球员仍在阵中,保障金额必须增加关于球队或球员表现的条件,只能基于官方NBA数据球员体能条件。 比如体重某种特殊的伤病或其他的申请条件,球队取的球员合同保险的能力以下情况必须受保障,先签后换合同。 第一个赛季必须受缺乏机能保障,手轮新秀合同。 前三个赛季,至少80%的标准金额必须受缺乏机能和伤病保障,受限自由球员的资质报价合同,必须受缺乏机能和伤病保障。 顶薪资质报价合同,必须每个赛季受保障,符合阿里纳斯规则的邀请合同,必须受缺乏机能和伤病保障。 此外,1月10日后,合同赛季剩余的基础年薪都将得到保障,球员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度过成清期,因此各队必须在1月7日,东部时间下午5点前才有人。 否则该球员合同赛季剩余的薪金将转为保障,如果球员在1月10日前被裁,再因为蓝球员因受伤,他的薪金将保障到该球员准备好,重新上场或者赛季结束,而这取更早时间。 但他不是用Exhibit的合同,由于签约奖金分配和账幅限制规则,签约奖金和无保障年薪,无法在同一个赛季出现,双向合同最多可保障5万美元,赛季中签约保障比例会按签约时间递减。 如果一份标准合同内的球员被裁,但前赛季剩余时间,他不得为决东亚的基联盟发展联盟附属球队打球,或者建双向合同。